臺灣樂隊張三李四 連同新人歌手李芷婷 這天在台北擔任公益活動的 代言大使為弱勢兒童發聲 張三李四久為三年 最近再出新專輯 團長張三就和大家分享 專輯概念 而這張專輯 也和這次公益活動的主題 有點關係喔 因為一直以來就思考說 第三張專輯必須要 再做一些突破 新的挑戰 所以我們花了將近 也是三年的時間 然後不斷的打調 重練 在每一天的製作錄音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大家也都是辛苦了 就是為了這樣專輯 為了創作 為了好聽的音樂 就是可以這樣子 每一天的去付出 努力這樣 因為我們這張專輯 其實在探討的是霸凌 從霸凌在主題出發 那霸凌從不管家庭到校園 或者是從職場到網路上面 都是不斷的充斥 然後在我們生活周遭也是層出不窮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或者說透過我們自己的音樂 來讓周遭更多的關注去關心這樣 第31屆金曲獎 早前已經公佈入圍名單 被問到明年有沒有信心入圍 張三李四和李子亭 就有這樣的回答呢 我不敢說有把握 當然就是對自己的作品 還是有就是一定的信心在啦 對 那我們比較平常心啦 就是在過程當中我們已經努力的 把音樂盡量做到最好 那如果有獎項肯定的話 當然也是錦上天花 對 就就是大家就期待一下這樣 雖然李子亭才出道不久 但因為衣著品味和外貌 已經飽受網民批評 令他消沉了一段時間才恢復喔 前陣子其實還蠻消極的 就是都會一直想要關在房間 但最近就是調適的還蠻好的 就是我盡量讓自己想開一點 然後有一些朋友 也會打電話過來關心我這樣 然後又跟他們出去就是 放個空啊 先忘記這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這陣子其實心情 有好轉非常多 對